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想让你帮我黑进一个 英国公司的内部系统 我猜你找我就没些好事了 没问题吧 差不多 你先跟我看看 行 你看 莱瑞投资中介公司 你要查什么 说实话吧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从这资金上入手 如果有一串零的数字 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跟我来 你给我点时间 你继你随意啊 你给我点时间 你继你随意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曼哥 你干吗 我 我给你做着她的早餐 吃点早餐再干吗 走吧 来 谁让你给我承成这样的 看着别别扭扭的 行了 你这猪窝能住人吗 我要去找的这些食材 错误吃吧 很难吗 什么呀 我说很难破绝吧 怎么说呢 他们这个防火墙啊 用的是看不清 这些全球最稳定 最有力的防火墙 它不但有强大的功效 而且体积非常小 还不占内存 区区六百多K币的容量 就能起到防御如此强大 黑客进攻的能力 所以我在想啊 如果一个投资中介公司 要配备这么强大的防火墙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呀 好 我现在啊 都是在喜欢找一些漏洞 很少玩入侵 所以呢 舍我点声 再多给我点时间 马哥 你就没想着 换一种生活方式吗 老六啊 我是个有案提的人 不瞒你说 我现在很有钱呢 如果你要需要钱 你可以跟我说 你是咱们六个室友里 最有才的 我现在还觉得 当时学校给你的处分 太大了 为什么开除你 其实啊 当年 我有很多事没告诉你们 那有时候 我在一个黑客基地聊天室 做讲师 给他们培训黑客贵物 一节课 给我两千块钱 我的贫困生住接近一年 才三千 我每节课呢 都会找很多的网站 来做实验 我每次要讲一个漏洞的时候 我都要先去找到 与之匹配的网站 先做好漏洞 然后在我的课上 当着我所有学生上面 入侵他 学不会的 我就把我的工具 代码都发放给他们 一步步解说 所以那个时间 我真的毁了很多好的网站 这么说吧 学校给我这样的处分 真的不过分 许总 喂 学校长 那个保涵今天能够在下班之前 开出来的 请问您 这个保涵在下班前 能不能传到香港分行呢 只能说是争取 不过保涵通知书 今天一定能给到你们的 那这样吧 你要不下午五点半左右 再给我来个电话 这样吧 五点半的时候 我直接到您办公室去取 您看行吗 等一下啊 行吧 行吧 那你过来吧 好 那下午见 好 下午见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稍后等我 sorry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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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动过 好 醒了 怎么样弄完了吗 下午两点就进去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看你睡太沉了 没好意思叫 前面 前面 上前教兰 下功 前面 前面 痔疯 前面 前面 油 喂 妈 浩宇 宝涵已经开出来了 现在就在我的手下 我一会儿啊 就让手下把宝涵 发到香港的风行 我也已经告诉佳童了 佳童现在应该 正在来的路上 一会儿就来取 这个宝涵通知书 他没跟你说吗 妈 宝涵现在绝对不能发出去 为什么 你别问为什么了 你等我回来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嘛 等你回来 你在哪里啊 妈 我在上海 我再和你说一遍 宝涵绝对不能发给香港的分行 你去上海干嘛 你别跟我来上海干嘛 妈 不管有任何的理由 目的只有一个 宝涵现在绝对不能发出去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妈 妈 好 我等你回来 好 喂 你好 帮我订一张今天晚上八点飞龙城的机票 八点已经满园了先生 什么 满园了 那你看其他时间的呢 晚上九点半 您需要订吗 行 你马上给我订 好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要你去哪儿 啊 许董 许董 沈航长有急事出去了 他说他会等我的 保寒的事他没有交代你吗 他说保寒出了点问题 今天发不出去了 保寒通知书也取不了了 他说十分抱歉 有说什么原因吗 没有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谢谢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打个电话 阿琪 许硕 许总 我奶奶是怎么安排的 你的事儿奶奶都已经告诉我了 我会派两个人 一个死死盯着高峰 另一个去机场盯出周浩宜的车子 如果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种事情 你还是必要知道的好 许总 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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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o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刚下飞机 还没有离开机场 出状况了 先别回家 也别回公司了 在外面躲避一阵子 情况明朗了 我会告诉你的 什么中国 沈超英突然扣住了宝涵 问题可能出在他儿子周浩宇身上 高四海的孙子 高峰可能告诉了周浩宇一些 关于BNT投资的问题 他从一国回来以后 直奔上海 以反常态 至于他在上海发现了什么 还不清楚 等情况清楚了 我会告诉你的 先生 您回来了 您吃晚饭了吗 没呢 那个超英呢 好像有点不舒服 在屋里呢 今天晚餐也没吃 我去看看他去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散播 对不起 怎么了这是 不知道 我给浩宇打手机 手机一直关机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不然他态度不会这么坚决 能出什么事呢 你别问我 我要知道了 会不告诉你吗 他昨晚刚回农场 怎么突然之间就 去上海了呢 这个宝涵呢 发出去了吗 没有 在我办公室的 保险柜里锁着呢 那你急什么呀 等浩宇回来再说吧 好 好 好 你 吧 我 不要 这 我们 就 你 我 我 那个 我们 好 喂 还没搁理我 我打电话给你 不是问你崔志勇的事情 那是什么事情 找你吃宵夜啊 现在 你放心吧 只是找你吃饭 绝对不探工作 行吗 我只不过不想一人吃饭而已 就这么简单 那我很好奇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活下来了 那不停地请人吃饭呀 行吧 发地址吧 好的 一会儿见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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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